手中这一罐核心口代价可不小 这是台湾目前最夯的保健食品 牛樟菇萃取液 厂食养生大饼 台湾目前已经有1000家业者 投入行销的行列 以牛樟菇来讲 大概一块大概20公斤的牛樟菇 大概合理能够生长的牛樟菇 大概三两到五两 就非常的少 需要多久的时间 至少一年 牛樟菇是很特殊的 就跟人生代表韩国一样 因为全世界只有台湾有 牛樟菇的养生市场 人人都想抢 严建台湾市场逐渐饱和 台中一间业者决定当开路先锋 将台湾特有的保健食品进军对岸 因此跟南台科技大学 做技术上的改革 历经七年的努力 终于在今年 成功申请到对岸的合格卫生证书 但与也拿到贩售权 比如说萃取的方式 我们重新再界定 然后在制造的过程中 因为饮品的东西 最重要是在后面要有一个灭菌 那面菌通常会碰到高温 高温面菌 那高温的过程中 往往那个物质会整个变质 所以我们在这边做比较多的突破 那最后结果就是 可以维持它没有无菌 就是无菌的状况 但是又不会有破坏它里面的成分 那这样的话就造成这个产品 喝起来的感觉 就很像我们新鲜泡汁的那感觉一模一样 是用菇类 菇类因为你知道它有菌嘛 首先它可能会 至于说这个东西是否有那个农药的残留 还是否有重金属 这是它一个检查的一个重点 还有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大胆杆菌生菌素 菌肉种素 这些都是它一个重点 牛樟菇 赞赞赞赞 突破重重关卡 业者如愿带着原汁原味的牛樟菇萃取液 顺利登陆 这也是台湾牛樟菇界的首地 未来业者将以参专方式打开品牌知名度 究竟这一战能否会台湾的深化科技 开出一条新路 大家也在观望 记住您电话 台中采访不到